随着林丹反拍回球下网 这让一向脾气温和的陈龙相当生气 而林丹面对这种情况也显得无可奈何 到底是何原因让陈龙如此暴怒 让我们一起来回看这场精彩比赛 守局双方打得非常胶着 林丹通过四方球拉掉控制着场上的节奏 而陈龙虽然开局有一些慢热 但依靠稳固的防守紧跟着对手的速度 比分差距也并不大 双方打至16平后 关键分上林丹打得更加积极主动 连续的后场突击得分效率很高 连续控制对方后场底线 后场跳杀斜线 连贯往前扑球 这样林丹就以21比19非常艰难的赢下第一局 第二局陈龙进入了状态 接连的半场跳杀打得相当犀利 而林丹通过多拍调动寻找着进攻的机会 后场跳杀直线 这拍压线球可以看出陈龙对出球质量 要求得非常高 随着林丹挑球出界 陈龙就以21比12扳回一局 决胜局开始阶段双方比分差距并不大 但是换边后陈龙加强了后场突击进攻 逐渐将比分拉开 面对早已失去悬念的比赛 现场的球迷竟然对陈龙喝倒彩 原因是陈龙是福建队的 而林丹是福建人 本战比赛应该都是他们主场 但现场球迷竟然一边倒的只给林丹加油 面对陈龙的失误 有些球迷竟然乱起哄喝倒彩 这让一向脾气温和的陈龙感到相当生气 面对对手的扑球出界 从陈龙表情中可以看出充满了怒哄 而面对这种情况林丹也显得无可奈何 随后的比赛陈龙每得一分 都在向球迷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虽然此前林丹和陈龙状态都不是很好 但现场观众只针对他 这十个运动员都有些忍不了 随着他头顶区点杀追身得分 就以21比12赢下了决胜局 2比1取得了比赛胜利 赛后陈龙还向主裁进行了道歉 刚刚比较激动坏的事坏 对对对 对对